上一回说道 追踪狐妖的江戎 竟然又目睹了另外一场灭门的惨案 几名黑衣人手段残忍 李家上下十几口人 请客间便被杀了个精光 这可气坏了江戎 持剑就想出手 可是还没等江戎出击 黑衣人的背后 突然有人大喝了一声 提前出了手 江戎定睛一瞧 在李家的大屋之上 此时正跃下了个男子 他手中攥着一柄长剑 直接杀入了黑衣人当中 再仔细一瞧 这人竟然是自己刚交过手的狐妖 这狐妖出手干净利落 当先踢翻了一个黑衣人 然后轻跳地落在了地上 这群黑衣人同样配合默契 见同伴吃了亏也不说话 有两人挥剑 一左一右地扑向了狐妖 刚才还可以说是出其不意 此时面对功夫不弱的黑衣人 两面夹击 江戎有心看看这狐妖的本事 还别说 这狐妖还真称得上道法高超 仅仅一招就击败了两名黑衣人 难得的是 他只是伤人 并未真的杀死他们 这让江戎对他有些刮目相看 可剩下的三个黑衣人 很快又团团围住了狐妖 做出如此恶事 还妄称什么名门正派 狐妖的一句话 不禁让江戎有些纳闷 但是那三个黑衣人听后 却明显的疑愣 显然是被人戳到了痛楚 三人中有个领头人 此时竟然也看出了狐妖的身份 原来是个妖孽 三才扶妖阵 另外两个人身形一晃 窜到了狐妖的两面 摆出了一个杀阵 江戎一看到这扶妖的杀阵 心中顿时一惊 这些黑衣人 怎么会这种阵法 放下纳闷的江戎 先说那三个黑衣人 把狐妖困在了当中 立马就启动了阵法 先形成了一个困局 让狐妖无法逃走 紧接着那领头人 一道灵符打出 直直地射到了狐妖的面前 那狐妖暗说倒行也算不低了 可这狐妖杀阵着实厉害 他横剑快速地挡下了这道灵符 但是却显得有些勉强 顿时 他的身体就被击出去了十几米远 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坚硬的墙壁被撞出了一个大坑 那狐妖显然受伤不清 此时江戎再也看不下去了 那些穷凶极恶的黑衣人冲上前 就能把那狐妖乱刃分尸 江戎撇了一下嘴 终于出了手 这几个黑衣人确实厉害 但是在江戎的面前 却是不够瞧的 当先便有一人被他一剑划开了前胸 另外两个还没在江戎的身前走过一招 就被江戎手中的利剑划破了皮肉 但是江戎手上留着请 并未要了他们的性命 几名黑衣人都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江戎双脚点地跃到了那狐妖的跟前 此时狐妖被大阵锁伤 显得十分虚弱 跟我走 听到江戎的话后 犹豫了一下 最后他选择了相信此人 江戎将狐妖带到了毛山派中自己的房间 此时那狐妖已经晕死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晚上 他才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清醒过来后 他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口被人包扎好了 而床前还坐着一个人 江戎问道 看来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杀了李家满门 为了一把剑 一把从赤油肿中到处的上古神兵 那狐妖的一句话 就让江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至于那群黑衣人的身份 江戎也已经猜出来 他带狐妖来到自己的房间里 也正是应了那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咱们放下这一人一壶 再来说说第二个被灭门的李家 此时李家怨后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里 三个黑衣人正从地下挖出了 一个长条的铁匣子 昨晚的计划被狐妖和江戎破坏了 但是这些人却并未放弃 今晚终于找到了想要之物 铁匣打开 里面躺着一把剑身漆黑的骨剑 虽然被埋多年 但是那刺眼的锋芒依旧要人胆寒 那三个黑衣人只顾着兴奋 哪里知道此时房梁之上 有个人把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都看在了眼里 这人正是江戎 看到时机到了 他果断地出了手 这三个人还真不是江戎的对手 三招没过去 好不容易得来的神兵 就被江戎抱走了 一个时辰之后 茅山上的一个大屋中 传出了一个人的怒吼 江戎猜得没错 当看到这几个黑衣人的身手 和那熟悉的三才扶妖阵 就知道这些人是茅山内门之人 这里我们要简单地说一下 这事的来龙去脉 那两个李家 实则是盗墓大家 此次不知在哪里踩盘子 竟然到了一座吃油大中 得了这把上古神兵 可不知这消息 怎么被外人得知了 上古神兵谁不想要 暗地里他们和李家索邀了几次 可是每次都被他们推脱 说此事是假 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上古神兵 于是这才有了两家的灭门之灾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了 作为名门正派 他们一定要有个光明正大的理由 第二天早上 山上的大派便来到了山下李家 查看那被杀的二十几口人 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 最终 他们向镇上的人宣布了调查的结果 是镇子中有人勾结妖孽作恶 一切都变得师出有名 正统的法师为民降妖除魔 维护世间正道 一时间追杀江戎和那狐妖 变成了替天行道的大义之举 其实根本不用追杀 因为江戎和那狐妖根本就没躲 反而毫不避讳地出入茶馆九四 一副等人上门的悠闲样子 不削半天的时间 该来的终于来了 据说 当时不仅出动了大派之中的九位护法 连三大门掌也陷了身 此时三大门掌满嘴都是仁义道德 但是江戎却听得格外刺耳 这种道貌岸然的做派 江戎本来就不喜欢 更何况自己又知道了 他们背后的那些肮脏勾当 据说这一人一胡联手 打破八大门部下的天罡浮魔杀阵 冲出了重围 把茅山搅了个天翻地覆 后来一路逃过各种追杀 一直逃向了北方 直到入了长白山 从此失去了踪迹 再没有了这一人一胡的消息 又过了近一百年 在游牧狼王和鲜卑祭司的那场大战中 才陷了身 不过具体是不是他们 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我这就知道了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